在看完这部《灵魂的里程》 本身我是来自于台北乌来 但能够在这里看到这么棒的片子 这部片子给我的启示就是 如何让我们能够继续延续 达岸传统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模式 当然在这个片子当中 也在帮助我们如何守护我们的土地 来爱我们的部落 让我们能够同心地 一起来建造属于打烊的部落 一起建造我们所谓的 我们要共同来编织 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美好的部落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 也是让我们去透过这个片子 我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省思就是 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多的 来看到部落的美好 看到部落更多更多很棒的地方 我们一起来守护 一起去拥有 更重要的就是 让我们下一代都可以延续 都可以来一起传承 一起来建造 一起来帮忙 让我们打烊 真的是成为真正的打烊 тогда我们开始建造 在我们下旁边的我们下旁边 我们下旁边的 설 那第三个月 这里 我们下旁边的 我们下旁边的 第一个月 有一个小型 我们下旁边的 也算是